这是个稍不注意就会被揍的宿舍 里面住着30多位职业摔角选手 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入门的弟子只配住在二楼的宿舍里 没有出道前 不能出门只能不断训练 还得洗师兄们的臭衣服 所有打打的活都由他们去做 选手们要在这里经历残酷的训练和比赛 这一群壮汉中的大哥就是这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他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意义 寿神闪电失火 那就叫他牛战士吧 牛战士在这个宿舍度过了三分之二的人生 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不搬出去 问就是喜欢宿舍生活 这种被师弟照顾的感觉 毕竟从师兄那辈熬到大哥也不容易 出去了还得自己洗衣做饭多麻烦 大哥发话了 希望改造宿舍和浴室 浴室夹在训练场和宿舍中间 经常会有私生饭在这里蹲守 他们围着浴巾出入也会很难堪 这种时候已经不是穿什么的问题了 所以牛战士从不摘下他的面具 就算被偷拍也不知道是谁 令牛战士疑惑的还有洗衣机的那块 柱子都生锈腐烂了还没断 甚至还有用胶带固定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师弟干的 快过年了 改造的活也不好找 专家也都回家了 本来这种大单是轮不到柴田的 没办法只有他了 我们有黑的柴田又来了 和大哥打过招呼以后开始参观宿舍 这里的设施都是plus版本 浴缸可以躺进三四个壮汉 通勤打理的大哥说师弟能在这里说坏话 淋浴那块是大哥跳起来都摸不到的棚头 大胆 害大哥只能用水龙头洗澡 更衣室里一群壮汉换衣服难免发生点小摩擦 不仅是人 连鞋也挤在一起 玄关常常摆着上摆双鞋 像师兄这种不讲道理的 一个人就放了八双 放在大厅的行李箱还有一大堆 来采访的电视台只能挤到最角落 害得大哥一句吹牛的话都不敢放出来 每次吃饭就是一群大男人轮流做火锅 抢饭吃的场景屡见不鲜 碗筷直接摆在桌子上 真正能放进柜子的是选手的真爱蛋白粉 宿舍也不容乐观 入门的选手三个挤在一间房睡 被采访的师弟只能假笑半从容 相比外国选手那边就真是很多 天花板和墙壁直接开裂 墙上还有两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大洞 说着说着又给你整出一个 大洞之谜当场解答 还没到拆房子这部分 兄弟你这样不符合规矩 最后是大哥的豪华单肩 牛战士虽然是个操汉子 但是心灵手巧喜欢做黏土 捏出来好几个哥斯拉 一件工期一整年 要预定的赶紧 大哥等的地板都快塌了 原来那个一直睡在胶部上的人 竟是大哥自己 看完一切柴田才明白 怪不得一开始不叫他 预算竟然有四千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二百五十万 柴田紧紧抓住预算不肯松手 能否打好脱贫攻坚战就看这一回了 搬家时连同0123都要听牛战士的指挥 带各种面具的选手都来搬家 老大哥们都是满满的不舍 师弟们只想快点搬 牛战士失眠到半夜三点 房间里全是做哥斯拉的黏土 由他亲自放进擂台底下 当然作为职业摔角选手 外形是否好看也很重要 这里就有一台变漂亮的机器 一打开紫光乍线 躺进去整个人都升华了 但是这玩意有三百斤 死沉死沉的连0123都搬不动 大哥看了立马叫来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今天这单算是名声扫地 东西全是雇主搬 改造前还需要请个师傅跳大声 这小嗓音唱的你说是在叫混我都信 住着三十多个壮汉的宿舍 拆起来轻轻松松 墙壁和天花板都不用工具 一碰就掉 就是这大浴缸费点劲 柴田穿着祖传的黄皮袄 带着牛战士视察工地 房子到处是糊弄鬼的设计 机住不行房梁也不行 也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 想到给房梁打补丁 牛战士表示好吓人 更吓人的还在后面 用来支撑二楼的木头 随便掏两下就空了 生锈的钢柱一目了然 哪怕预算充足 柴田还是改不了白条的毛病 年轻选手被叫去装修锅炉房 然后清洗浴缸 考虑到改造期间选手不能洗澡 重新在锅炉房做出一间临时浴室 除了隔热材料 整间浴室都是白条的家伙式 两个壮汉说事事就事事 节目组拍洗澡画面日益成熟 改造传统第一部 胶筑稳固的地基 修补框架结构 这块就比较烧钱了 材料都是全新的石木 折腾都行 室内开了两扇落地窗 还能看见屋外的樱花 漫画中的场景说来就来 一边赏樱花一边吃饭 干饭都能多干两碗 宿舍开了六扇天窗 训练时不能出去多看看天也是好的 楼梯还是原来的木板 上面印着历代选手踩出来的坑 脚底老泥踩得正光瓦亮的 柴田喜欢 隔壁的浴室贴上壁板 把旧的浴缸刷一刷继续用 以后不仅能在浴缸里说大哥坏话 还能欣赏庭院 这小身板夹在两个壮汉中间略显狼狈 拆了一面镜子和墙 将宿舍和训练场打通 柴田这才满意地收手 日后狗仔就偷拍不到选手出浴图 为了这群操汉 制作出宽大的料理台和餐桌 连楼上的房间数也增加了两间 单调的浴缸打出许多孔洞 化身按摩浴缸 要不是镜头在 柴田立马能滚下去试试 改造至此结束 白色的外立面刷成了全黑的 新的玄关看上去就很不好惹 小臭味的玄关直接建造了一间制鞋室 里面有四个超大柜子 新的会客厅能应对电视台的采访 大哥说话也会更有底气 置物间连接食堂与车库 象征回忆的柜子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拉上卷帘就是独立的空间 新的餐厅明亮宽敞 比过去大出一倍 外头还有个小阳台 放不下的蛋白粉都能塞进楼梯下房 打扫工具一应俱全 冰箱处留有采购后门 浴室的棚头为大哥量身定制 另一边是洗衣房 将师弟们的工作都归拢到一条线上 今天是贴心小柴田 二楼的宿舍全改成单人间 书桌收纳全配齐了 中间是促进师兄弟感情的沙发 还有一间厕所和衣物室 大哥的宿舍才是最豪华了 他的哥斯拉们终于有地方展示 半年过去了 牛战士带着师弟们前来收房 一眼看上去像饭店 大哥做的门牌就是有牌面 在这样的会客厅采访能说出名言 留下来的楼梯也很有味道 师兄们表示以后不好好练是要挨骂的 年轻选手的斗志高涨 这可太然了